这些对普通人来说是小事大的 对于用者来说是很重要的 香港劳工及福利区区党商建筹 新一届的香港政府主打民生政策 在对待长者与残葬者方面 不仅关注硬件建设 还关注软环境 也就是公务员的体态 作为女性我们郑重声明 愿意自己的孩子和私立的儿童 一起接受教育 亲爱的家长们都是一样的孩子 对世界的感知是对私人的问题 这不是你们把他们侵入出小人的理由 主席的爱 才是世界上强大而有持久的力量 网友彪悍猫妈的老微博 日前身着一名长在普通学校就读的 自闭症男孩 因同班19名同学的家长 严明上书而被学校勒令退学 引发了公众的一片争议 接受教育是每个人的权利 诚然孩子在学校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好文化课 但是要想适应现代的社会 学会如何与不同的人相处 特别是用爱与人相处 恐怕是更重要的一件事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条消息 最近我们也接到很多朋友的热线 询问长期在中国 从事盲人英语寒兽教育的 海德里盲校福州分校 即将关闭的情况 在这个情况我们也特别采访到了 这个学校的校长夏荣常老师 海德里盲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盲人的话 就是免购英语导教育的使命 已经圆满完成 一个说24年前的话 中国还是世界上比较贫穷的国家之一 现在已经成为的话 强大的这个世界的经济体 而且经济发展最快的 第二方面呢就是说 24年前那时候 中国盲人全学习英语 根本没有足迹 就是看办公众中学习英语 现在呢 盲人的学习英语的渠道非常多 夏校长说 他们目前能做的就是 对尚未毕业的学员和学校资源 进行最优秀的安排 他三分座以上的这个 作业都完成了 这成绩优良的 划给接任书 如果你刚开始学的呢 那就不行了 这些教材已经都留给他们了 他们自己还可以继续把它读完 设备 苏集剩余的这个盲文纸张 全部捐给当地的盲票 或者是盲票 在分校的网站上 已经发出了相关公众 大家可以去 具体了解 他正式的分手时间是 2012年11月12日 我们的网站上面 已经通过了 到海德里盲人学校 中国诗中分校全体宣言书 还有一个就是海德里盲票的 这个宗志涵 尽管中校即将成大 海校长是希望市长人 能够继续通过别的渠道 进行英语学习 这些英语啊 这是一种有远见的选择 英语作为一个国际语言呢 不管是美业人 还是我们当然把它学好 这样才能够了解世界 走向世界 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呢 继续的通告和进修 本栏目也会以往往 而为新众提供学习方位的信息 欢迎您的继续关注 咱们最后呢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本周 还有哪些与残障人相关的新闻 台信网 9月28号和19号 联合国残奸权利委员会 会得来自中国政府的联合国残奸权利公约 履约报告 引进审议 委员会会在9月28号的第八次会议庇目大会上 公布中国履约情况的结论区一天 东莞时间网听 东莞市残奸福利基金会 将邀请专家于9月22号上午9点 在东莞市残疾人磕氧身心室外操场 开展残疾人康复一省活动 南方日报警 23号至25号 广东省政府残疾人工作委员会 将在广州请看台湾中心 举办广东省残疾人创新行业成果展 中国网站 日前多名残障人士在郑州火车站广场 开展行为艺术 用纸座的锤子锤打前脱 希望无障碍通道能真正创通 科技讯 明日报网站 近日刊载文章称 多家公司和研究实验室 正致力于开发可穿戴机器人 目的是为残疾人提供帮助 或者是让人类的身体 变成超人那样 收听了本周的资讯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明天我们将继续进行 谭建人节目展播 为大家展播 广东的民广播电台 新闻台参加展播的节目 主角缺席的发展 中国人生谭建人最有节目 欢迎您的积极参与 您的来信请记 中央的民广播电台 谭建人最有节目 邮助编码10-08-66 您可以发电子邮件 找12345 at cnr.cn 谭建人最有节目的播出时间 是每周六和周六的朝廷六年 如果您想反复收听 谭建人最有节目 可以登录到中国广播网 去点播收听 网址是 3个字幕www.cnr.cn 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节目 明天早上六点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RY instinct y Fox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目前我觉得今天就不听 这种问题